3月 韩国就业人口较一年前增加逾80万人 连续13个月增加 但增幅有所下降 统计厅13日公布的三月雇佣动向报告显示 3月 韩国就业人口达2775.4万人 较一年前增加83.1万人 韩国就业人口从去年3月起连续13个月同比增长 但3月的增幅较增加100万人以上的 今年1月和2月有所下降 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达61.4% 较一年前上升1.6个百分点 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达67.8% 较一年前上升2.1个百分点 从具体行业来看 卫生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人口增加25.1万人 制造业增加10万人 教育服务业增加8.6万人 但批发零售业就业人口减少3.2万人 协会及组织、维修和其他个人服务业减少3万人 金融和保险业减少2.5万人 受奥米克戎变异毒株扩散影响 住宿及餐饮业就业人口也减少2万人 3月失业人口达87.3万人 较一年前减少34.2万人 失业率为3.0% 较一年前下降1.3个百分点